比如說我們可以就假班裡面 比如說最後我們上個禮拜是講到一個清單 按下去按確定之後 其實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幫我自動定存新檔 自動email出去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上個禮拜的東西 那會自動產生 你順便就請產生清單一清單二清單三 不過email部分的話要設定outlook 所以這部分沒辦法demo給各位看 那當然上個禮拜存過去之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工作表存成活躍部 或者叫工作部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底下這邊我們有13個班級 那13個班級的資料 你不可能全部都給不同的導師 你寄給他有時候資料不應該看到的資料 也不應該給他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先假班的 就變成一個工作 一個一個的工作部裡面只有那個班級的老師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最好你可以順便email給他 那email給他當然也許你在某一個工作表裡面 我之前好像有做到就是說在這邊嘛 你可以email信箱 那每一個老師的email信箱都會在這裡 那你可以講這個就意給他 這個意給他等等的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就是自動那也可以email啦 不過這個部分我想你可以自己之後再來寫這個部分 那就很方便啦 因為其實你說如果你是後端的人員資料處理完自動要mail給每個個別的業務人員 或者前端銷售人員等等的 那其實你如果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你不是就都把這些通通做完 你以後按個按鈕全部都搞定 你只要去檢查寄件備份裡面有沒有 再來就處理什麼他回來的東西 所以可以分出去 他回來的東西再把它集結起來 因為你回來的東西還在 可能你要給教務主任看 給校長看 一定是要完整的 所以不同的人給不同的資料 這個我想平常工作就做這些啦 分跟合 但是問題是分跟合講很簡單 但是怎麼樣 整把他快速做完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所以呢 以這一題來看 我們的需求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每一個 個別的存在哪裡呢 那自動化的之前 你要先記得一件事就是說 你要先在桌面上 產生一個工作表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名稱也許我叫做工作表 那我可以用來存放這些 將來分出來的東西 自動幫我把它call過去 全自動的 那當然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第二階段就是說呢 如果那個老師的電腦比較舊版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存成舊版 或者是說網頁上需要CSV 我可不可以產生CSV 網頁上需要XML 那我可不可以產生XML給他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延伸性的 再來就是回來的資料 再把它合併起來 變成原來的那個阻檔 OK 那我們一步步來看 首先第一個你要了解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分出去 第一個 以前我們要把它分出去之前 你的手動的方式是這樣 按右鍵這邊有個什麼 移動或複製對不對 然後呢移動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這邊上面有一個叫新火葉簿 也就是說呢 把這一個變成一個新的火葉簿 有沒有 原來的這個功能是這樣子 另外如果是移動的話 就這個沒打勾 如果是複製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要打勾 所以特別注意 這裡因為是複製 所以記得要把這個打勾 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它就會變成說 這個移動到另外一個新的火葉簿 這個原來這個就不見了 所以記得要打勾按確定 好確定之後你會發現呢 它會跳出一個新的火葉簿 然後火葉簿名稱叫新班 那我們在做什麼 另存新檔 存在哪裡呢 桌面上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這個工作表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就叫新班 然後按儲存 最後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又回來了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的操作 其實就三個動作 一個是什麼 複製一個新的 變成一個工作部 第二個就是另存新檔 第三個就是關掉那個檔案 又回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說要批示處理的話 第一個就是回圈範圍 第二個就是中間那三行程式 然後把它放上 放過去 結果就出現了 OK 那我們按部續方來看 基本上沒幾行程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寫完的東西 就概念之後的話 我們直接來看 就是說那三個動作怎麼做出來 其實非常的簡單 寫完程式的話 就主要會有五行程式 兩行是回圈 Fornets我想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之前我們做了蠻多的 也就是說我要把第一個 到最後一個的工作表 另存新檔 我需要做哪些事呢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叫shits 第一個放進來 點copy 這一行程式實際上就是剛剛做的 就是複製到一個新的工作簿 並且建立副本 就是這一行 非常簡單 就一行 OK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要另存新檔 前面講過嘛 就是你拿一個什麼 active 有沒有 workbook 點save as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點什麼 點save as 這樣子 第三個就是說 你要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路徑 然後 給他一個路徑 特別注意 路徑後面再加上 因為我要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檔名 那檔名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是用什麼 因為我另外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假設說我這邊按新版 按這個複製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這個新的 就是這一個 那底下這邊 不是會有一個名稱嗎 假設我今天要以這個 當成我另存新檔的名稱 那這一個我怎麼去給他 抓他的名稱呢 其實很簡單嘛 如果要抓他的名稱 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shits shits多少 shits1 點什麼的 他的名稱就是點什麼 點name不就好了對不對 或者第二種做法是 active active shits 沒有加s 點name 所以你就可以取得他的名字 那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需要給兩個東西 save as的時候 後面第一個 請你給他的存檔的路徑 所以路徑的話 是在桌面上 那我習慣是這邊按右鍵編輯 把這個複製起來 因為每一台電腦的桌面 前面的名稱都也許不一樣 好像我們那一台 好像在隔壁台上 這邊還有什麼 scu之類的吧 反正就是名稱 這個路徑可能不一樣 除非以後你都寫在低疊的根目錄 或者是一疊的根目 那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如果你是放桌面 像我們這邊是放桌面 你可能就要確定一下 按複製一下 我是右鍵編輯再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 特別是後面請你再加一個斜線 這個斜線沒加的話 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就會變成不是根目錄了 而是變在桌面上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請你貼上之後 自動再加一個根目錄 後面的話呢 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名稱 那裡有兩種寫法 好像用這個寫法 去詞 第幾個 第一個 因為一定會只有一個 它的名稱 我要把它放 因為它 存到裡面的名稱叫什麼 那就是點end就可以了 那save as特別重要 save as後面可以不用給負檔名 不用說再一個end end什麼 end一個 什麼什麼 點 x x 其實不用 我印象中 好像save as 不需要給這個負檔名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個負檔名 好 這樣的話就寫好了 用save as 一一的名稱 如果說你 一般書裡面好像不是用這個名 不過 我發現這個是比較短一點點 不然第二種方法是 叫做 active active shit 不用加s active active 拼錯了 active shit ok 那如果說 我剛剛這個地方可以拿來當成那個除錯的一個好方法就是我的習慣是打上去 如果這個A沒有變大寫的話你就要小心了你字就拼錯了 因為很多人常常都打錯字 那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你可以用 如果說你移開 奇怪沒有變大寫 那你就知道原來這地方應該拼錯了 你再check一下 所以你可以打個A C 移開 有沒有變大寫 這一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好 最後就把這個工作簿 再close掉 這樣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共通性 active加上去的話 active sale 記得沒有s active shit 有沒有 沒有加s shits 沒有加s 那active 再來就是工作簿 就是那ecel的檔 workbook就是那個檔 那個ecel的檔 然後最後把它close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寫完了 大概五行程式 因為很好記 因為不用背 其實就是你要用邏輯推敲 你先copy copy第幾個 第二個是save as 到哪裡 第三個就把它close 其實而且這些都會自動幫你提示的 你點下去 它也會close 有沒有 都會出現 save as也是一樣 你就是 其實就有點像是你平常在作驗嘛 反正你也不用背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它執行 執行下去 你會發現它現在 全部通通跑完了 我們看一下工作表裡面有沒有 那應該 我再這個 這個再把它 因為我剛剛可能已經有產生一個新班 我把這個 活業部這個先關掉 因為呢 我active workbook有好幾個 所以它可能不知道哪一個了 所以我就留下一個就好了 所以特別是喔 那個workbook一樣喔 會有好幾個 跟shits一樣 那你要先把那個 focus停在你要的這一個 然後再來run它 不然的話呢 會產生剛剛的問題 那把它直接執行 那執行的時候順便看一下 裡面現在是空的喔 那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喔 直接run它 它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幫你 Copy 然後save as過去 名稱就是用 它現在的這個active sheets的name 然後再幫你把它close關掉 這樣跑跑跑跑 全部跑完之後的話呢 那finish之後 就會有13個班級 全部都ok了 那這樣你會發現喔 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那這個完了之後的話 當然第二個 你可能會產生第二個問題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假如說有一個需求 2003 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呢 第二個可能是 CSV 常用的 因為CSV 保證 你即便你電腦裡面沒有Excel 你也可以開得起來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檔 可以開得起來 或者甚至什麼XML 之類的 反正這個太多了 那其實喔 要完成這件事情 以前感覺好像很困難 但是其實喔 如果用這個翻例延伸的話 馬上也可以做完了 大概就改一個小地方 改哪裡呢 save as後面 這邊把它按F1 就是在save as的檔名後面 多加一個參數 這個後面的話 你還可以再加一個參數 就是什麼呢 叫做 有沒有 第一個參數一定是file name 這個是必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要給什麼呢 給你比如說這邊按豆點的時候 這邊還有一個叫什麼 file format 這個file format 就有點像另存新檔的時候 不是會有個檔案格式嗎 那檔案格式給它 就會自動幫你存成那個格式了 不就 這個非常好用耶 因為其實基本上喔 你能夠做到什麼樣程度呢 基本上喔 你可以看到喔 這邊 另存新檔 其實就是這樣 save as就是這樣 然後一定要給一個檔名 底下不是會有這些嗎 所以以後你要存成任何一種格式 都不會有問題 重點就是在那個file format上面 你給一個file format 問題就搞定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們會有開放資料的這種需求的話 其實只要這樣子 然後程式也是解釋五行 就完成了 這部分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我是把那個程式碼一樣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 記得是放在工作牌序的這個外面 這邊 這邊有一個 在 在這個 在這個 應該是外面 你們找一下程式碼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是 我是把它分成幾個階段 也許你們可以按部一個 兩個 三個 再把這三個有沒有 變成一個 記得就是要修改這個 這個地方 記得最後加一個斜線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只要你的這個敘述沒有錯誤的話 以後要存成 工作表變成活業部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 你那個工作表的數量越多的時候 當然越受用 另外當然你甚至也可以 所以 比如說你 不只一個 一次有檔 你可能很多一次有檔 甚至你當然也都可以批次的 全部通過幫他存 當然也沒問題 不過這個牽涉到開檔 關檔的問題 喔 謝謝